自私自利 损于人力气 其心动力都是 行为造作 这还得了 这样下去不能够回头 不能够减少物业 所以有很多学者专家怀疑 人类在这个地球上 还能不能活一百年 这个意思就是 一百年之后 人类会在地球上整个消失掉 这个就是外国宗教里面讲的 世界末日 怎么来的呢 就是业力所感的 所以怎么样去致志 所以这个山西小业 跟这个 为什么不能吃他了 这两份是非常好的教材 我们自己要学习 也要大力的去 推展去介绍 让大家多看看 能够说是我们这个世界上人 一百个人当中有一个回头了 这个回头人能够占百分之一了 这个世界就有救 所以一个人行善 可以能够保佑99个卧人 这个是中国古身先前的介绍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认真努力的 去修人 断一切我 修一切人 首先我们自己 这是宗教里面讲得度 我们首先自己得度 然后再影响别人 一般人不能够放下吃肉 原因是什么呢 认为肉食里头有营养 蔬菜里头没有营养 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学佛在家出家 很多人都是常年吃素 吃了几十年了 身体不见得比它差了 我吃素五十五年 跟我年龄相比的人 跟我在一起 我不比他们差 所以素食简单 真正是能够让人得到健康长寿的苦报 不吃众生肉 就是无微不食 我跟一切众生 侯母相处 平等待待 不再有伤害 就再小的动物 都不能够伤害 感谢大家